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2021年的第四季的未来的政治经济情况会如何呢 但是今天呢 今天有一个在日本是重要的事情 一般的民众非常的关注 喂你会问我说 那个首相不是选出来了吗 是没有错了 这个是国际上重视的 日本也重视了 但是呢 今天日本的皇室的宫内厅会公布 应该是在今天下午 公布就是真子公主和他的这个未婚夫 小事归 接下来的这个就是婚礼的整个过程 那会不会有婚礼 会不会有任何的这些活动 基本上大概是认为是不会有了 而甚至可能在登记完之后就会 过几天就会飞往美国去展开他们的新的生活 我们等一下后面部分来谈就是 日本有一个新的驸马 不过当然皇室可能并不认为他是驸马 不过他是娶了公主 那关键还是这个新首相 岸田文雄 大家好像没什么感觉 因为好像又换了一个首相 这个滴滴血 你知道如果你到日本去 在国会或者是一些这个地方 你可以买到那种 那种大的那种马克杯 里面就是说 日本的整个首相的这些人都会放在上面 现在已经不可能放上去了 为什么 因为岸田文雄是第一百任 但并不是第一百个 因为有些人有好几任 像是安倍连续这个做了好几年 所以他就做了好几任 所以这个马克杯已经放不下这些人 然后有的时候 你做不到一年 甚至几个月 就会有更替 所以日本的这个首相的更替 已经变成国际政治一种疲态的这种讨论 大家的兴趣并不高 除非真的一个人气王 或者是说呢 带来一些重大的改革 过去我们所知道的早期的田 这个忠贞跟康宏 对不对 然后呢 日本的自民党两次的下台 一次是在1993年94年 一次是在2012年 这两次的下台 很快的又回来 那比较近期的 大家一定都知道 安倍近山 甚至早一点的这个就是小泉 因此 这次新的这个首相岸田文雄啊 他真的是没有太引起大家的注意 有一点像是兼议委第二的这样一个感觉 虽然在整个就是自民党的总裁的选举当中 日本的政治制度是内阁制 也就是由国会的尤其是众议院 他有参议院有众议院 他的参议院是大选区比例制 他的这个呃众议院呢 是小选区加比例制 小选区其实都还蛮小的 然后再加上政党提名的 这个就是比例的代表 因此由众议院的多数党来阻隔 那过去这段时间 虽然自民党已经都过半 但是呢 他没有超过三分之二 他因此跟另外一个叫公民党 这个公民党 呃过去跟日本有一个宗教的团体 叫创驾学会 有比较密切的互动 虽然他们都彼此否认 有任何的观点 公民党的这个 在他的支持者比较强的地方 选出的这个议员 或者是比例代表制 的这些议员 呃我接触过 人非常的nice 完全不像政治人物 呃任何的那种政客的感觉 人非常的nice 毕竟大概有这样子的一个宗教团体的背景 跟关系吧 那自民党 还是他当然一党优位 或者叫一党独大 我在早期在美国念书的时候 90年代的初期 80年代为90年代初的时候 那上日本政治的这个课程 那老师都还讨论一整节 日本是民主国家吗 日本是民主国家吗 在那个时候 自民党还没有真的被出现过这个政党轮替的现象 从1955年自民党上台之后啊 整个冷战时期 完全都是自民党掌控 他们叫一党优位 优就是优先的优 或者是一党独大 虽然其实在冷战的时候 日本有一个非常强的反对党 叫社会党 今天已经几乎消失了 那个社会党人数多的时候 可以超过200席的这个众议员参议员的席次 社会党最著名的就是 比较左派的思想 反对美欲安保 反对日本的自卫队 这个是在冷战的时候啊 你现在回看日本的这个政治啊 蛮有趣味的 但是冷战结束之后 虽然社会党的春山富士在1993年做了首相了 可是社会党也因此瓦解了 这很特殊的一个这个现象的讨论 我们等一下再回来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现象 日本的保守主义不断的在巩固 他在政治社会经济政策上的一个最核心的分配的角色 日本的这个保守主义 不同时代不同的称呼跟面貌跟人物 但是以自民党为核心的这个保守主义 基本上是整个绑架了日本的政治 跟日本的绑架这两次 我们修一下 掌控了 主导了整个日本的这个社会政治跟经济 岸田没有什么差别 他就是另外一个 没有什么太这个多声音 人气 或引人注目的这些过去的言行作为 虽然他都做过外务大臣 防卫大臣 他其实是安倍的buddy buddy好朋友 最近的报纸在登 1997年的时候 他跟安倍晋三两个人 刚当选议员没多久之后呢 那到这个台湾来 见了那个时候李登辉 那岸田呢 这个酒量非常好 打通关 这个在日本是比较少见的 不过岸田这一次 岸田和野高士跟野田四个人 全部都是政治家的第二代 全部都是 父亲都做过议员或者是高官 那 因此日本的这种世袭政治 已经变成一种常态 这这我觉得是蛮扭曲的 但是呢 你看注意在台湾 在呃就是甚至美国 这样子的这种情况 并不少见 但是在日本呢 已经变得非常的普遍 他的二代三代 接这个选区 的这个位置 从这个一定有相当程度的 学历的背景的出身 然后呢 有一些 就是这个大企业的经验 在做选区 他的秘书 然后呢 接掌 他的这个选区 父亲传给儿子或者女儿 这个太常见了 这四个人都是如此 日本的世袭政治 不过这一次 大家大概有注意到的 那个和野太郎 他是人气王 为什么不选出一个 这个民众民意 普遍不管是哪一个民调 哪一次民调 都是他 而且是遥遥领先 超过一半以上的这种支持度 如果照普选制度的话 他一定就是日本的领导人了 对不对 但是呢 因为他的这个政治制度 是一个内阁制 而且长久以来 自民党里面 就是第一个 长期一党优位掌控日本的这个政治 第二个是自民党里面的派系政治 我们以前早期对于派系政治 会以派伐政治来称呼他 那也是如此 他代表的就是利益的交换 跟分赃 可是这个现在在很多这种 内阁制 甚至你看在台湾的民进党 他里面的派系 某种程度已经变成一种常态 常态并不代表正常 但是呢 他已经变成一种常态 也就是说 他是在他的这个党里面 进行一种政策的讨论 这是讲的好听 其实 是利益 人士的这种分派 或者是轮替 甚至更糟糕的是一种分章 脱协 但这就是政治 的过程 也许可能反而在党内的派系里面 比较是水面下 比较是在料亭里面的密室 就解决了 不会把它公开化 不会变成冲突 政党变成这种多党 小党之间的这种冲突 然后呢 可能去造成就是说 议事或者是政策执行的拖延 许多的欧洲的国家的小党的 这种林立 你看光是德国 现在德国的选举结束 德国的新首相可能至少要两个月 才出得来 这两个月就 是不是政策停摆了呢 对不对 这两个月变化很多 这两个月现在欧洲 从美洲到欧洲 现在全球的这个通膨的问题 非常严重 这两个月的政府 没有办法提出怎么样的因应 那当然前提是说 他们有很强的这个官僚体系 这是一个很大的差别 这个官僚体系在日本 非常的强 日本的中央官僚的民间的 受尊重的程度 完全不迅速于政治人物 甚至还更高 因为他们代表的是什么 精英 精英 日本的中央官僚 从外务 总务 财务 到许多的这个主要的这个中央官僚 大概都是东京大学 京都大学 这两个大学大概占了三分之二 其他就剩下的一些 呃 北海道啊 东北啊 庆印啊 找到天少数的 啊 近东大当官僚 这个基本上已经变成 好像一个一个pattern 那这些人的背景 啊 然后进入到官僚里面的这种 就是磨练 使得他到上面了 其实变得相当的这个精英主义 这也是为什么日本过去在 就从六年代七年代的这个经济发展 啊 官僚的主导 对于就是日本的经济跟贸易啊 啊 是很强的 那因为他对于这个国际 对于政策的这个掌握呢 啊 是 很深刻 同时呢 在日本内部有一定的这个威望 跟他的这个权利 所以 首相常常换 那首相一换 那底下的阁员当然都换 所以你看 有人可以做完这个防卫大臣 就国防部长 跑去做 这个呃 比如说行政改革 啊 这我讲的是和野 对不对 然后呢 有人做完这个防卫呃 这个外务大臣跑去做别的东西 这个其实没有什么关系 而他也就是做几个月 但是慢慢有一些 就是日本的政务 长期的会在这个领域 啊 这一次的就是说 这四个人 和野 他是人气这么高 但是因为他的 自民党的这个选 总裁的选举分两个阶段 他不是完全由党员直选 像国民党的党主席 完全是党员一人一票 但自民党是 因为他是内阁制 所以他特别重视 你要领导你的同僚议员 众议员参议员 你跟同僚之间的关系 这就很重要 所以 我现在在讲他们的论述 他们就把这个议员383席呢 一人一票 然后同等的在 就是说地方党部 按照人口比例 也是383票 所以一半一半 但如果没有人取得这个过半数 你要过半数才能够当选 那这一次其实岸田比河野还多一票 256比255 那但是进入到第二轮的时候 就前面两个人 因此原来投给后面两个人的高士跟野田呢 就开始他们就重新排列组合 而且到第二轮的时候呢 这个383席的 应该382的就是这个众议员参议员呢 还是一样一人一票 但是地方呢就只剩下47票 所以就说 你到了第二轮的时候呢 关键是你的国会议员的投票 那就什么东西 那就是派系就开始浮现了 就派系决定了一切 这一次 整个基本上其实是安倍晋三的操盘 他是真正的叫做Kimmaker 他实际上是支持岸田文雄 虽然岸田文雄在早期 感觉上并不是那么的跟随安倍晋三 在安保政策 在一些一些议题上 比如说修改宪法 比如说夫妻这个同性 夫妻同性就说 日本结婚之后 你一定只能选择一个性 要不然就性归夫性 或者是这个妻性 但是呢夫性就很简单 你就是冠夫性 你要是选择太太这边的话呢 南方要先成为太太方的养子 才能够去取得就是 太太这边的这个家姓 这个在日本有 常见 并不是太特殊 因为有许多日本的家庭事业 大大小小的家族事业 他需要有人继承 但也许儿子 没有儿子 或者是儿子不愿意去做这个辛苦工作 传统的这些这个家族企业 所以女儿呢就找人来入罪 因此他先变成养子 然后呢就跟这个女儿结婚 有这样子的情况 你的家族的名称 以及这整个这个是说事业 还有财产都能延续下去 但是呢 这是法律规定的 你不可以选择夫妻可以各自用原来的信 这个在美国 没有这样强制 在台湾当然没有办法 就想象说这种情况 这个东西都算是一种保守主义的这个主张 因此呢 本来岸田对这些议题并不是这么的乐中或者是负荷 但是这个选举过程当中 甚至之前他就开始积极表态 啊我支持要修宪 我支持夫妻 我反对夫妻别姓 然后呢 这个强化跟美国的关系 然后针对中国大陆要成立人权相关的这些这个单位 然后一些议题都提出来 让安倍比较安心 所以安倍的背后呢担心啊 就是河野太河野太人气的时候呢 第一关他就过了 所以呢就另外找了一个高市找苗出来 把这个他的票做稀释 大家都票都稀释下来 因此呢才会进入到第二轮 那第二轮一定就是安倍透过这个派系 尤其他所属的叫做系田派 能够完全的去掌握 这东西我就不带多讲了 多讲就蛮有一点复杂 甚至有点无聊 日本的政治的这种就是说 让人觉得摇头的地方是 他不断的在重重重复上演这些 这些老的剧嘛 不过这个过程当中 在他竞选过程当中两个事情我要提出来 第一个可能各位有注意到的 在他们接受媒体的这种就是共同的辩论当中 有主持人问 你看到美国英国澳洲不是主持组成军事联盟 美国英国要共同出售跟移转核动力潜舰 给澳洲建立至少八艘的核动核潜舰的舰队 那日本是不是应该要有核动力潜舰 哇 这问题出来了 高四找苗非常右派的 他就当然应该要有高四找苗支持 就是他每年都去拜这个靖国神社 他否认南京大屠杀 他否认慰安妇 这个高四找苗 那其实各位还记不记得 以前呢 在安倍的第二轮刚上来的时候 有一个另外一个女性 叫稻田彭美 戴个眼镜的 他其实那个时候被视为叫做小全 小和百 这个 这个 小磁百合子的第二 小磁百合子是现在的日本的东京都的这个知识 他也做过防卫大臣 这个安倍 把稻田找来做防卫大臣 因为觉得他是个女性 而且他的这些所有的主张 我们刚刚讲的那些 他都支持 靖国神社为安妇啊 这个历史问题等等之类 以及每日安保强力支持 甚至带强烈的这个反中的态度 为什么这个稻田彭美 这一阵子消失了 换成这个高四找苗 那个时候高四其实在做另外一个大臣 所以这两个女的 同时在安倍的这个内阁里面 是担任重要职务 但是那个时候的焦点在稻田彭美身上 现在他消失了 然后呢 没有得到安倍继续的宠爱 现在把高四找苗给拉起来 关键是什么 关键稻田彭美后来对于 就是同性婚姻 还有LGBT的问题表达支持的态度 哇 这个时候日本的保守的这些议员跟团体 就对他非常的反弹 所以他就失去关爱了 那高四找苗呢 基本上他有点像是一个 在一个女性身体里面的大叔了 高四赞成核动力显现 河野当然也赞成 河野蛮特殊 他爸爸河野阳平事实上 是跟整个大陆之间关系 在外交上 这个很着力 甚至被视为重要的这个 亲中派的这个政治人物 但是他 有美国的经验 大概受到美日安保深刻的影响 相当程度的 也掌握到现在的这个 所谓的民意的舆论的方向 因此他相当程度的对中国大陆 有强烈的批判 而也支持美日安保 他也说要这个选择 要因日本应该有核动力潜见 岸田不表态 其实他是说这个要多考量 但也就是说他其实是不赞成 野田是明确的这个不赞成 岸田当然也是因为 他出生自广岛县的广 这个广岛市 那广岛是什么 原子弹爆炸的地方 所以呢 岸田文雄呢 在这个核动力潜见的议题上 他是保留的 这个是可能凸显出来 但是另外一个层面 这四个人当中 已经有两个人表示赞成 到后来岸田如果不做 就是说首相 或者是受了派系的影响 会不会这个议题 又带来一个新的讨论 所以你看嘛 我说美国在做这样子的一个 核动力潜见的这个就是出售 根本就造成整个核技术的扩散 现在从他自己的美人安保 就开始扩散 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 高市长苗出来的时候 大家刚开始觉得 他是女性 然后他的一些发言也得体 他得到安倍的亲自的支持 就他做了一个动作 也引起日本媒体的报道 这个动作什么动作 他跟我们台这个蔡英文总统 通电话 视讯电话 就是大概不到一个小时 一个视讯电话 然后呢表达支持台湾 这个就是说在选举过程当中 支持台湾与否 这个是等于他还没有做到任何的 这个首相 这个动作没有太过于预据 可是呢 在选举过程当中 等于是外国的政治人物 介入到一个日本的政 的选举 透过视讯帮他 这个很特殊 日本的新首相岸田文雄 国内不期待 国际不重视 他基本上 到目前为止至少 被视为是叫做菅英伟第二 也就是没有太多的声音主张跟特色 不这不就是日本政治人物的 共同特色吗 当然 有一些政治人物很突 很突出 像安倍晋三 那可是他也在自民党 在派系政治 在这整个日本的保守主义的框架之下 也许他并不是框架 他本身大概就是那个框架 在这一次高市长苗 在竞选的过程当中 跟蔡英文的视讯通话 其实我觉得 我个人会觉得 这是一个比较不正确的作为 不正确的是在蔡英文这一边 也就是你等于是介入到 别人的选举过程当中 透过你跟他的视讯 为他增加他的曝光 或者是支持度 以及媒体的关注 至少媒体会报道 这样子的一个消息跟事件 这是一个消息 这个是个事件 对不对 他在竞选这个党的总裁 也就会成为这个国家的领导人 首相 然后呢 你在过程当中 竞选的过程当中 和他的一个视讯的电话 讨论这个双边的关系 这个其实你为什么不跟 其他的同时几个候选人 也做这样子的视讯 那当然其他几个 并没有这个想法 可是也是因为这样子 变成一个新闻 引起注意 那因此关注这方面问题的人 可能就会对他有 这个更进一步的了解 这就介入到选举 还记得在2020年 美国的川普跟拜登 在进行美国总统选举的时候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G7 西大工业国家的会议高峰会 美国是当年2020年的主办国 虽然有疫情 但是呢 川普希望在7月或者是8月的时候呢 能够在华盛顿召开高峰会 过去的惯例都还都是如此 主办国当然就在主办国的这个首都 或他指定的这个城市办理这个各种各样的会议 那尤其是这个元首的这个高峰会 可是后来哈 梅克尔坚持不去 一方面他是觉得也许有新冠疫情的关系 但是他最主要理由是说 德国有一个惯例 在美国的总统大选的那一年 选举如果已经展开的时候 德国的元首不这个总理哈 不会去前往美国 本土开任何的会议 或者是出席任何的这个事件 否则会造成对哪一方的背书或支持 这个是德国你看 这个消息出来大家觉得嗯 连美国的媒体都觉得这是一个正确的这个决定 当然那个时候美国的媒体对川普 其实是想要利用这个G7的这个元首高峰会 来去纳这些其他这些国家 对他的这个支持的一种表态 当然他全面几年 这根本完全不理这几个 这是这个国家的元首 所以这个国家元首也有报复他了 要我去跟你表态支持 没这门 因此 但是梅克尔的说法跟他的决定 我觉得这个逻辑非常的通 也非常的正确 那今天你想你想想看 还好是因为岸田文雄当 为什么因为 高市找苗的背后的支持者是安倍 安倍其实是拿这个高市来去西市和野的票 背后其实最后的目的是要去支持这个岸田的 所以他是真正的kinmaker 结果高市的过程当中跟蔡英文的这个视讯 引起注意 结果他得到的高市 事实上让人很惊讶 他得到的支出很高的 以他过去的这样一个背景 不应该是这样子 大家都知道他背后面站的就是安倍 所以这次高市呢 在现在的自民党的这个新的职务当中 他会去做那个政调会长 也就是政策调查 这个会的会长 那这是党三亿 现在也许叫党四亿 也就党的重要的这个职务 其中的一个 做完这个接下来可能就是 不是外务 这个外务大臣 防卫大臣或者是职工首相 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 高市找苗跟蔡英文 那如果说今天是和野太郎 选上了首相 那和野对于高市在进准过当中 居然蔡英文去帮他加持 引起媒体的注意 那会不会因此对蔡英文 或对台湾有不同的想法和意见 这也就是一般 外国的政治人物 不会去用这种方式 介入到他国的这个 正在竞选过程当中的 任何的这种曝光啊 甚至有一些国家内部 都会有一些针对他的这个 做禁止的 那这样这是一个党的 总裁的这个选举 但日本的党选举就是首相 我觉得在这方面的判断 我们是不是 有一个落差在这边 当然你会说 我们老早断定一定是 岸田文修或安倍支持的人 所以这个时候去贴了他 这个时候去支持他 反而是雪中送炭 那就是你的政思维的问题了 现在我要评论另外一件就是 日本的这个保守主义 我想我们大概大家对这个 一直都有一些关注 为什么会这么长久的影响到 日本的政治 进而到社会经济各个层面 我觉得几个因素 第一个 其实在二战结束之后 整个保守主义 的行程 是以尤其是在战争或战前 的这一些 这个官僚 民间 加上部分政治人物 议员 不管是不是有经过 A级战犯到几级战犯 或者是没有被起诉 因为很快的美国 希望日本能够自己去就是说成立 自卫队 签署美日安保 让美军能够撤离 留在这个冲绳 同时在那个时候去打韩战 所以呢 要让有一个政党能够快速的 有效的掌控日本 因此对于日本的处理 跟对在战后西德的处理 完全不一样 美国在西德的处理 完全把纳粹时期的人员 完全的purge掉 就清理掉 然后让战前威马共和时期的 这一些比较自由思想的 这些政治精英 重新掌控 所以他的基本法 后来的许多的政策 已经面对历史 跟日本好大的差别 美国在日本1955年 扶持自民党整合 他本来叫自由党和民主党 两个党合并 所以叫自由民主党 整合之后呢 整个你看到后续战后的几个首相 都是暂时的这些官僚 或者是议员 甚至有些人 有被东京 有被这个就是这个 这个呃 有战犯的这样的经验 因此 他的这个移植会 跟整个在自民党里面的这些人 有这种强烈的这种 就是说 对社会 对历史 对民族 对中国 哦 有强烈意见的人 集合在一起 而这些人 也掌控了 也得到民间的这个财团的支持 媒体的支持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保守的势力啊 一直盘踞在自民党的这个 就是说议员跟整个政治的结构当中 深层的 你不 大概很难去指出哪一些派系 有啦 像现在西田派就是如此 麻生派当然也是如此 岸田文雄的 他本来那个派反而是比较温和的 比较温和的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他其实你看像现在日本的富士电视台 每个礼拜都还会有皇室家族 一周的这样子的一种节目 也就是对于皇室 对于历史 对于这个民族 比如说 针对美日安保之下的 日本的自卫队的法律地位 这是在冷战时期跟社会党不断冲突的 然后甚至呢 自卫队的这种海外派兵 群求变成叫正常国家 他们叫普通国家 正常国家的这种态势 这一直是日本的保守或新保守主义者 他们不断集结主张强调 然后呢 在安倍的时候希望能够修宪 当然这个修宪 也并没有真的这个启动 虽然到后来他们的修宪只说 就是把自卫队改个名字叫日本军 或者是说 却给予他一个合理的法律地位 而也不会去碰触到日本宪法第九条 不参与战争 的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规定 但是这个保守主义啊 在日本长久以来是一个很盘中 就这个非常这个深入到日本的政治跟社会 尤其在这个自民党里面 因此如果你不是自民党 你就小党 那小党第二 第二个我觉得保守主义长期以来 也是他这个政治制度跟这个选举制度 小党没有办法 就是说取得太多的这个注意 除非他有宗教的这个力量 或者是他是有共产党 日本的共产党在这个城市地区的支持度 是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支持度 我在1996年第一次去日本的时候 刚碰到一个选举结束 那个时候就看到这个海报都还在 那日本共产党五个字 底下就是一个爸爸妈妈牵的小孩 只有一个小孩 然后走向这个阳光 这样这种就政党的这个宣传 蛮多的 那小党并不容易在日本的政治制度 和他的选举制度 他的选举制度必须要有强力的 这种后援地方的支持 那这样子的一种动员的力量 中间如果盘根错节 跟现在的这个执政者 尤其是自民党 长久的一党优位的时候呢 他这种利益的输送交换 以及就是或者是说民意的这个取得 以及网络 社会人脉 社团协会 这些很复杂的这个层面呢 他其实自民党 当然长期的能够去 这种渗透或者是影响 而小党要进来呢 除非是有宗教的或者是城市的 城市毕竟这些 这种网络的这个关系比较薄弱一点 因此你会看到这小党并不容易 或者是说传统有这个出来 像在2012年的时候 那个民主党执政 野田家宴 对不记不记得将钓鱼台收归国有化 可是民主党那个时候的表现没有做好 使得很多人对民主党很失望 现在的日本的主要反对党 叫做立宪民主党 每一次电视在讲完这些首相 人选竞选过程当中 最后有他这么这个五秒钟的画面 也就仅止于如此 所以整个日本的政治制度跟就是说 这个选举的这个制度 也跟日本的巩固 我刚刚前面讲的 以自民党的保守力量为主的 这样子的结构 巩固这个结构有很大的一方 我们提到日本的政治当中 呈现的自民党里面的 这种保守主义的氛围 到今天仍然是浓厚到难以 就是说这种夏宴 那让我们旁观者或者是说 你看到这个新闻的分析的时候 你觉得其实这个 讲难听是一秋之鹤 或者是说其实没什么差别吗 而他们跟美国的关系 如果更深层的讲 我刚刚提到了 对不对 整个自民党是美国来协助成立 来掌控日本里面有多少 其实是战争时期的战犯 那当然他们对于这些战争的认知 解读完全是从 他们自己的利益的角度 所以美之民为保守 其实是对于他们自己认知的 历史民族 以及战争的这种认知 还有跟中国的关系 对美国的关系 没有人会有什么太大差别 只是这个五十步小百步 对美国的关系 那跟韩国不一样 韩国有真的两个不同的 对美国政策的这种辩论 在日本哪有什么 对美国政策的辩论 只是要不要何止动力潜见 除了这个保守主义 留下来的这样子一个结构 跟政治制度选举制度之外 另外三个比较 我觉得其实也在近期 这二十年影响很深刻 那就是经济的长期不稳定 不景气 经济的长期不景气 这个跟什么保守主义维护 有什么关系 我跟你讲 国民年金 国民年金是日本现在 社会最重视的一个问题 他希望一个就是 长期支持国民年金 而且不要有政府变动 而造成国民年金的 太大的改变的 或修正的这样子 一个政党一直在位上 不愿意去改 牵扯到自己的利益 或未来的利益 一般的国民 我觉得这是一个近二十年来 为什么自民党还一直得到 这样一个广泛的支持 很重要的因素 当然我讲广泛支持 不是说大家都支持 因为事实上日本人对政治 对政客 大部分都很冷感 日本每一个领域 商界学界 娱乐界文化界 每个领域到顶端 他都是被相当的尊重 他不会说这个政治人物 才是有怎么样的 政治人物不是 他只不过是政治人物 我刚刚讲 日本的官僚 做到了科长以上 受到了社会的尊敬 不逊色于政治人物 人口的老化 我想当然也是一个关键 这个社会越来越保守 外在环境的变化 有些人会把它过度的放大 在冷战之后 当然因为北韩的因素 到后来整个中国大陆的 军事经济的这个发展 也使得日本感受到 这种威胁 所以他就更进一步 去抱美国的大腿 美国也很高兴 所以但是呢 你看看在这个冲绳 这边的这些驻军 一直都没有办法 就做任何的解决 换言之 各位 你现在对日本的认知 已经不同于20年前 甚至10年前 我在20年前 我有个朋友 东 这个 庆应大学的教授 现在已经退休了 他出版了一本书 这本书就说 日本 进入到21世纪 要好好掌握一个 中等国家的外交 结果他被日本的右翼的杂志 连番的骂他 中等国家 这是一个反日的庆应大学教授 各位 本来就是中等国家 现在呢 更是一个中等国家 G7 G20里面 哪有什么日本的声音 现在在整个 所谓中日关系 过去会觉得说 是一个影响亚洲 或东亚的一个权力平衡 当然已经不是了 最多是中日 中跟美日的这样子的一个 一种 这种所谓平衡或比较 因此 日本已经是一个中等国家化 他自己要有这个认知 他有没有这个认知 我高度怀疑日本的保守的 这些右翼的人士 没有这个认知 虎假虎威 原因是 因为他背后站的是美国嘛 而他又有 他是有技术 他是有这个 就是说一些 在财政上的 这个空间 毕竟他是一个 全世界第三大经济体 而且工业化这么久 国家民间是相当的富裕 大家都很喜欢去日本 对不对 日本的漫画 anime 还有日本的温泉 美食 这个风景 是真的很漂亮 是真的很棒 环境也这个稳定安全 所以这个跟日本的政治 是几乎我觉得是在不同的国度的那种感觉 不同的国度 所以中等国家化 你现在看到他当然美日安保 他报的 美国会报的非常紧 你看看 马上下个月要进行他的众议院的选举 应该会继续连任 但是习次的多少会有变动 可是呢 我想接下来可能岸田文雄 什么时候要去见 就是这个 拜登 应该可能是10月30号的这个集团体 他就会跟他举行双边会议 在罗马 当然在中日外交 因为明年是中日外交的重要年 是建交50周年 本来即使是安倍 你看2019的时候 安倍也去中国大陆访问呢 本来去年2020年习近平已经是说答应要到日本访问 后来因为疫情的关系 再加上这个川普拜登的这整个美中走向这个对立 所以日本内部的这个政治开始就有一些这个声音 也就拖延了 对不对 不过习近平反正从去年到现在 都也都没有出国嘛 因此 中日外交我觉得明年会恢复 中日经济当然是重中之重 日本现在靠的就是经济 也就是亚洲的经济整合 加上这个CPTPP 使得他在亚洲的经济事务上 还有一个发言的空间跟角度 这是你不能去否认他 但是在美日安保跟安全事务上 我想这个是美国在主导 这也没有错 所以说美国 日本是美国的附庸 其实某种程度 你可以说事实上 带有这种这种后殖民的这种连结 这是没有错的 不追我们谈一下 这新妇嘛 小士龟 哎呀 这真的是 曾子公主 他的个性也像他妈妈 非常的坚强 在2017年宣布的婚姻之后呢 结果就不断的出现这个小士 小士龟 他妈妈的跟他的以前的未婚夫 在财务关系上的问题没有揭露 然后变着很 有点丑陋 那这个未婚夫 这个男的说 我是借钱给他 多少钱 400万日币 其实并不多 然后呢 我是借钱给他 但他妈妈说 你是给我们的 而且他说 我是借钱给你 让你儿子去念书的 那这个小士龟去念ICU 国际这个科技基督教大学说 那我是打工自己赚学费的 所以有一点啊 隐瞒不诚实 哇 这个东西一出来之后 全日本为之华兰 因为 日本其实现在就是皇室啊 就就两两个 一个就是天皇 一个现在就是 这个曾子的父亲这一边 叫丘迪宫 就这两个家族 那也都是大部分都女性 因此丘迪宫文人亲王 是现在接下来排名 接下来的这个继承 天皇继承者 那是他儿子 因为日本规定 只能有 就他的法律规定 只能男性接天皇 那现在 如果公主一旦嫁人 我刚刚提到了 你要重复姓 你要重复姓 然后呢 你一旦嫁人 你就变成平民 但是呢 会帮你办一个婚礼 给你嫁妆 给你每个月的支出 然后呢 会给你这个安全上的警备 现在这些东西呢 因为 这个小事归隐瞒不成时 而且他有一点行为 不端装 不端正吧 男生应该这么讲 他跑到美国去 避难的时候呢 这个有一点 甚至留个麻尾辫子 然后呢 一些这个作为 被 说好像是他用 我跟我 我的未婚妻 是日本的皇室 用这种说法来取得 他的工作 跟许多生活上的方便 这个被日本的皇室 尤其被天皇 这都是说法 我看的 我看的 听 以及听的 一些这个讨论 天皇觉得 很不高兴 所以他 这两个人啊 婚姻都没有了 婚姻有 婚礼没有了 大概可能 18号左右 会去登记 登记完之后呢 不会有公开的仪式 然后呢 也放弃了嫁装 就之后要飞到美国去了 要飞到美国去了 当然 在美国这边 应该会有美国的警察 或他们聘私人的 这个 保安 来保护他们的安全 所以这是一个 日本的皇室 是真的新驸马吗 那是一个大的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